版本号 还有这个方法里面的一些参数和返回值 是不是都要这样子来定义 那就比方说 比方说我们的这个方法 就这样的一个方法 这是什么销售 一个卖票的这样一个方法 那么这个卖票的方法 我希望干嘛呢 我希望给它加上注释 大家会怎么加呢 在后面我们会有详细的约定 那我会告诉大家 一般情况下我们是这样子来加 比方说 我就用中文了 完了过后 我需要加上用at 来表示他的一个 就是他们加了Dock里头支持的这样的一些属性兵 作者是谁呢 当然不是Administrator了 是Sundie 版本 1.1.0 还有些什么呢 Exception 就是有没有异常啊 什么的 还它属于哪个类别啊 有没有什么参数 返回值啊 返回值 None 或者Void 对吧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简单的定义吧 而且我们其实比较大的项目 我们喜欢干嘛呢 每个方法都会标定好它的版本号 每个方法都会标定版本号 做的是谁 因为同样的是seal这个方法 可能以后你还会再去完善 所以那个时候你又会继续往下写 然后什么时候改的 021年 几月几日 就这样子 这样子当哪一块出现什么样子 还有 一感的内容是什么 都要做上一些描述 这是在比较大型的项目 也这样的 但是也不进展 你说三星的手机 他们的软件生产够大型了吧 他们出一部手机 要投几千万到上亿 就出一部手机 所以说算是比较大型了 但是在他们代码里头 我好像从来没看到过注释 OK 这是我昨天说的 韩国人不写注释 韩国软件工程师很笨 OK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加入Doc的一种方式 那么这个 我会同时还会告诉大家 这里面我们能不能自己创呢 比方说我写 我希望在这里创建一个年龄 或者其他的 或者 什么admin 这样的一个标识 就是这个函数的管理员是谁 我能不能自创这一标识 知道吗 没有 OK 答案是可以的 因为 所以 加尔这个领域就是比较open 大家想象一下 我的这个加尔Doc 我其实可以把它看作一个 生成我们加尔Doc的一个引擎 对不对 那这个引擎的话 OK 它肯定是有一个约定 约定好的就是用这些东西 那我能不能换一个其他的 加尔Doc的引擎呢 或者说我们自己来写个加尔Doc的引擎 大家想象一下 是不是 或者说它有一个引擎了 它可能还会有模板的利益 我们可能也可以换一套模板 就可能就支出这些属性了 所以这个是可以的 当然这不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我们也不需要在这上的深究 你把你把书识写好就行了 写的工整就行了 好 那么 那么基于这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样能够在我们的代码中 来生成我们的加尔Doc模板 怎么样到时候在写注释的时候 我们来定义这些加尔Doc 哪些地方需要我们的加尔Doc 类 类需要定义我们的这个加尔Doc的注释 还有方法 变量其实 倒是也可以 变量可以可不宜 Variable 那么这些我们都需要给它加上相应的一些注释 那么有个很快捷的方式在Eclipse里面 如果在我们的Windows上 按LT加Share Share 加键 然后在我们苹果上面 按这个Command键 加Share 再加键 我们来试一下 既然说到类 我就定一个这个类吧 我要再谈谈加入试 当然你可以这样子 对不对 我们说刚刚学过了 是不是可以这样子来写 也是一样的 那么但是我们既然有快捷键 我们就用一下 Alt加上Shift 再加个键 OK 所以 方向介绍它 看它是不是就自动出来了 就很方便 那么作者是谁呢 作者Administrator 然后下面你就自己想了 你这里面你要写什么内容 都自己写 至于每一个它的含义是什么 你把鼠标放在这 它都会有一个定义的解释 我的ID出问题了 就我每次在这切换的时候 它是不是都会弹出一个介绍啊 没有弹出也没有关系 待会再说 这块我不打算一个一个去讲 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讲这个玩意 好 这些东西都搞定了过后 我们是不是要 要来搞定什么呢 就是我们最后 我们要的是不是那份文档啊 我们要那份文档 怎么办呢 很简单 鼠标放在这个地方 但你鼠标也可以放在这 你鼠标点中哪 就表示生成哪的东西 有的时候 这有一个 GenerateJavaDog 在项目里面 Project里面 我们看一下 它就把我们这里面的 source里面的全部生成 这个自动生成的这块 要不要生成呢 我说我不要了 因为这个r类都自动生成的 然后生成哪些变量呢 public的这些成员对象 那用生成到哪个文件夹下面呢 默认的情况下 都是在你当前工程文件夹下面 它会自建一个Dog这个文件夹 我们Next下一步 如果有关联 要不要关联 像这些相应的包啊 什么的 你要不要给它起个名字啊 等等啊 我们再下一步 那么 它就预览 我们就不管它了 你就Finish 这里我稍微说一下 这有个GenerateJavaDog command 有的时候你没有打开 就是如果你配置了 你加入的环境变量 它会自动找到 我们的GenerateJavaDog 但是如果你没有配 像我以前就不配 也可以开发 那 它找不到 怎么办呢 你再叫Config 通过配置 找到我们加入到个 这个引擎文件 它才知道 用哪个引擎文件来生成它 知道了 Finish 这有一些信息 正在编 正在生成 可能有错误 也有警告 有错误的话 就表示没有编成功 有警告没有关系 无非就是少写了 哪些地方啊 什么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刚刚生成的 这个代码文档 机动人星的时候 到了 在我们的项目的文件夹 下面有个Dog 果然生成了 Index 这个我们想着想着 大家看 是不是就生成了 是不是跟我们刚刚的 那个 差不多啊 大家看 跟Google 差不多吗 我个人觉得 它无非就上了 加了个导航 对不对 连这些都差不多 但我觉得还是中文 还支持语言 但也有乱码 也有乱码 那么在这里 我也试着去定义了 一个JavaDog的一个例子 让大家看一下 这有个JavaDog Demo 就拿这个类来说 JavaDogDemo 我给这个类 首先给它加了这些标签 首先给它加了这些标签 里面还有一些 我自定义的标签 它没有的 你会发现 这个显示不出来 因为这套引擎的模板 不支持 那么 下面是给这个方法 大家可以看 这个方法的返回值是Aerror 那么同样的 它的Return 这就会有 一个介绍 那么 同样的 它的参数 每个参数都会有介绍 那么 大家在看 我在下面的 每一个类的描述也好 还是方案描述 这一块 我们如果不看注释的话 看它是不是像一个网页 还用到了一些 HTML标签 对不对 所以它是支持 这个HTML标签的 因为最后生成的 就是网页 好 我们来看一下 JavaDogDemo 这个类 它生成的效果 JavaDogDemo 大家看 这是我刚刚定义的 这个类的一个介绍 看没有 JavaDog的测试类 只有这个类可以用 是不是就这个东西 对吧 作者是桑立章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桑立章 果然是桑立章 从哪个版本开始呢 是我在定义的 有一个Synth 就是Synth Java6开始 你们在做Android开发 常常会看到什么 从什么Level8开始 对不对 从哪个版 从Version8 Version8就2.2嘛 对吧 那么就从这些版本开始 所以就通过这些来定义的 但你说 怎么那个颜色不一样 下去自己研究 你可以换一些JavaDogDog的版本 或者换一些模板 就这样的一些情况 但是我在这里 加了一些Description 大家看到没有 Description 描述 看有没有 没有 但它还会有一些链接 它欠套类的一些摘要 欠套类 构造方法 详细 以及方法详解 你看我们刚刚 对这个方法的一个介绍 对不对 那么大家有了这个 不但有了这个 不但很方便 很方便 而且什么呢 我们打一个点 就是我们很喜欢用一个点 对不对 出来这些方法 我们是不是很希望 能够立马就能看到 对这个方法的介绍 所以也需要 你详尽的这个注释 它就会自动的产生 就你自己的写的 明白了吧 这个就是我们加入道法 那你就会很好奇了说 方天 你每次讲的 我都听得明白 但问题是你的思路 就是 作为我刚开始 我什么都不知道的 我怎么会去学到 这些内容呢 那我昨天也说了 第一 自己是思考 第二 搜索引擎是很好的老师 最后才再来问我 但我学习的时候怎么样呢 我学习的时候很喜欢 看什么内容 我都去看官网 你在学Java 你一定要去上 那个Oricor的网站 你在学Donate 你一定要上 微软的MSDN 那我们来看一下 同样的 我在学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 JavaDoc JavaDoc的官网 我们当然也要上去看一下了 看到没有 这就是JavaDoc的一个官网 我把网址抠下来吧 不在这里头 看有点晕 太小了 还有些什么特性 你不了解的时候 我不就常常说嘛 就是我不需要你去 死基金背这些特性 当你不了解的时候 你知道怎么去查就行 实际上我也从来不死基金背的 但是这里大家会发现一点 就是什么呢 我们在编程的时候 是不是很多的方法和类 我们都可以猜出它的作用 对不对 所以编程编的好的 就是我一看这个东西 我就知道什么意思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像我在学很多知识的时候 我可能我没有看方诸文档 我还没有看书 但是我敲了代码 我就猜出它是什么东西 包括我在看Android原码的时候 我会猜 我会猜 所以这样学习就会非常快 这网速有点奇怪 我这可是八兆 有人抢了我的网络了 OK 那这样大家还是看这儿吧 打开了 这就是加入Doc的一个主页 你看没有 加入Doc工具 你要下的话 可以下载加入Doc 而且还可以下什么 下哪一个版本的 对不对 看没有 可能你用不同版本的 它生成的效果会不一样 对不对 还有就是 我们也会看到 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内容 比方说这个不同的API Doculate Doculate是我们最后生成 ATML的一个标准化的 这样的一个工具 那么它其实是一个什么API 是一个API 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模板 就我们在这里有好几套模板的 不同的引擎 不同的API 知道吧 这个API是什么意思 API无非就对属性的这些 就调整的这些定义 对什么的定义呢 就是这些值得定义 明白了吧 所以我就说 你自己再去写个API 是不是就可以支持 你自己的特性了 对吧 最重要的 我们要看什么 How to write Documents for Javadoc 对吧 这篇文章一看 Sonic这个课程 就不用听了 所以希望大家以后 能够学会这些思考方式 很多内容 其实都是在官网上 都有很好的注视 那你说 问题在于 我的英语不好 怎么办 那这个就帮不上忙了 你先花一万份钱 去培训培训吧 OK 其实培训是一个方面了 英语没有 对于我们而言 我们搞应用的 这个英语不用学它 主要就是练 怎么练呢 你要觉得你魅力够大 你去找个老外女朋友好了 是吧 就天天练了 我就知道有一个 有个上海姑娘 这个上海姑娘 以前跟我聊过口语 当时我还找她 对练口语 那时候在突击 她的男朋友 是一个荷兰的小伙子 那个小伙子 也是个程序员 现在在上海 然后他们俩 现在什么时候没干 在淘宝上 开了个口语对练网站 大家下次要练了 我可以介绍给你 他们过之滋润 属于那种 干两个月 休一个月那种 就那一月就跑出去旅游 全球各地到处跑 那个小姑娘 然后当她发现 她跟我对练口语的时候 对我没有什么帮助的时候 她就说 要不我把我男朋友 介绍给你吧 她男朋友叫巴子 我还叫她 这个名字很怪 然后 我就说 好啊 那你就 那你就介绍给我吧 然后我就跟她男朋友聊 是个荷兰小伙子 然后我就说 你也是程序员啊 然后我说 我做了 她说是啊 我说 那你的上海 怎么不找程序员工作呢 她说我向往自由 就其实都找借口了 可能找不好 找不着啊 然后就我向往自由 之后 我就说 那个 我 我也是程序员啊 我是做Android的 他说Android的 我知道 不过我用的是iPhone啊 他这么说的 他 我也可想学这些开发了 然后 但就是 没时间 我女朋友老是让我跟别人聊天 就这样子 所以 我说是 不好意思 我现在也在占用你的时间 就 就 这样子 结果那个程序员就废掉了 那个 那个荷兰小伙子 就废掉 在上海跟别人练 练个英语 所以 外语这个东西 我深切的体会 就是练的 就练的 等你过那一关 其实就很轻松了 OK 关于加布道科 大家看还有 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记住啊 就是 其实这些内容 根本就不需要我讲 但我今天只是抛砖引玉 具体的内容 大家愿意的话 下去深究 对不对 其实我提供的是一个思路 你看 我很善于给自己抛出问题 去寻找答案 就是 比方说我刚刚抛出的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他默认的这些 这些关键词 我们能不能再自定 如果我们要自定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大家以后 也要学会自己给自己抛出问题 看还有问题没有 OK 没有问题了 我们就说我们的Stream 继续下一块内容 我们的Stream 那么Stream 你们就说 桑林你太小看我了 虽然我这个Android的还没学会 或者我Android的还玩不够好 你有必要跟我讲什么叫Stream吗 对不对 那么Stream不就是Java的基本类型之一吗 对不对 我刚刚说这句话有错误没有 有 故意给大家设个陷阱 OK 那么Stream这么基础的东西 我还需要再去研究吗 我要给大家说的是 我不想去讲Stream是个什么东西 我想给大家讲的是 Stream在Android里面 我们怎么去用它 Android里头常常会怎么样来用到这个Stream 给大家看个例子 就拿我这个例子来说 大家想象一下 我现在界面上这些东西 是不是都字不串啊 对吧 都字不串 那就Stream 这些也是 就进来过后也都是 那我是不是写死的呢 我会告诉大家不是 我是写在哪里的呢 我是写在ResourceValues里面 有一个Stream XML资源文件 Resource里面 大家看 这就是我建议的一个配置 我用这个斜杠来表示 它的一个等级关系 从此关系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明白 比方说我们找Chapter1 Chapter1 下滑线Java for Android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1级 是不是就有个Chapter1 Java for Android 同样的 我这有个Chapter2 Data Store 大家看我这 是不是就有个 Chapter2 Data Store 对不对 看明白了 再往下 我们还是拿这个来说 这几个条目 全部都是 它的一级 都是这个 一样的内容 那么在二级 就会有 因素 我这有个Chapter1 是否有